画面上是副市长邱佩玲 表扬仁爱区许多的爱心单位 感谢大家为在地公益服务的热心 市府结合民间资源 共同来帮助仁爱区的弱势家户 让他们能欢度农历春节过个好年 虽然是弱势民众 可是其实他们完全很棒 刚才我在电梯碰到一个先生 他就很高兴地告诉我说 我今天来吃饭 你知道我坐车都是免费的吗 他就很高兴地拿给我他的卡 然后他也很感激市政府 这一年对他的照顾 所以表示社会处所有的工作 都有落实到每一个低收入户 或中低收入户上面 那今天还有15位重要的客户 捐赠了很多东西 所以很感谢这些爱心人士 让我们变得更好 谢谢 那春节的慰问金美户 会资赠4500元 然后在年前发放到各位的账户 另外各界的一个捐款 也会统一有基隆市的社会救助金的专户 统筹来分配 每户会加发慰问金1200元 由于清安宫也是接受表扬的爱心单位之一 因此台上出现了副市长邱佩玲 颁发感谢状给清安宫代表 议长佟子伟的有趣画面 市府 公所 还是金融市议会 各个单位大家的资源可以整合 就是要让我们金融市的市民感受到温暖 像今天这几天外面的天气非常非常寒冷 但是我走进来看到我们这么用心的里长们 还有社区里市长们 我想温度瞬间提高到28度这样子 那我们各个邻里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关怀活动 每一位里长 社区里市长 也都举办非常多的相关 包含发明等等的相关活动 在关心我们所有区里面的好朋友 这一路上我想里长非常的辛苦 是不是给里长一个掌声好不好 各位里长 这场爱心联欢活动 仁爱区的里长和社区伙伴 轮番上场进行才艺表演 让活动相当热闹 每个人的嘴里 今年的一句话 就是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恭喜你 多变一条情统 我去听到无声几题 恭喜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你 con 记得 一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弱势团体的视障单位也上台演出 展现丰富的生命力 期盼带来更多的温暖与鼓励 与市府一起来共创有爱基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